头发的这个颜色只有压的再重一些 它的五官里才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我这边的话 再给它的交接线再加强一点点 这样的话 我为这个五官会争取一些空间 还有就是说你的头发 你这个最后的这个画法的时候 这个头发的这个每一个组成 你要顺着它的头发撕的这种走向 你去进行一个表辉 表辉 这个头发的这种走向 这个头发的这种走向 然后再重新一下 这个头发的这种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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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头顶这些重色 还是要压住 要不然的话 头发就转不过去 进不去 画女青年的头像 大家注意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就是头发一般来讲的话 要是说实际用实来讲的话 可能能占到整个画法的一半的时间 为什么呢 它头发比较重颜色 画的时候就是说工作量比较大 你可以看到脸上 实际上很多的其他的地方 工作量来讲相对没有头发这么大 就是你实际在画的过程中 都是在画头发比较多 其实脸会很快就可以画完 但是效果来讲的话 你没有这样的头发 做一个很好的衬托 发型衬托 这个脸也是黯然失色的 是这个所有的 有点摩餐 但是这个 感觉很高 哦 有点某个 很大 对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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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么有些细节 那你如果说是看不清楚 最好还是要离模特近一些去观察 这样的话 以免你画的时候理解是不对的 是吧 包括比如肩从肩到后面的实和虚的关系 包括从耳朵到后面的实和虚的关系 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表达把握住 在这里的表达把握住 在这里的表达把握住 这种表达把握住 在这里的表达把握住 把握住的关系 像是这样的一样的 画到大的体积感出来以后 检查一下头的大的体量空间关系 把交界线比如这种头发的这些大的转折线 是吧再强调强调 为什么呢 怕你的这个头的正面啊顶面啊侧面啊 这种的就就不强了感觉 再强调强调这种 包括高光附近是吧 高光你可以画的很松 但是呢你要给它处理出来 是吧 用笔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这种锯齿形的这种头形啊 你画的很松 这样的话呢 反复错落 它就会很有这种什么呀 头发的这种质感 断换好 它们需要以下方的 嗯 头发 包括五官 都是最精彩的地方 一定是留在亮部交界线 那么形一定是要画出三个面 就是体量的顶面 正面和侧面 这个是所有的同学 你要在画头发也好 形体也好 都要考虑到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说是质感多重要 其实质感我们来看的话 都是放在形体理解的后一位去评价的 就是你批分的时候 比如你质感差一些 但是你的结构很好 大的颜色关系很对 其实这种分数就已经很高了 实际上质感对于批分来讲的话 它不是决定性因素 而是在你看的过程中 很多不太懂画画的同学 老师 家长也是 会觉得质感好 是很吸引人的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在学会画的过程中的很小的一个误区 小小的一个误区 那么前面的刘海也是注意把它的交接线高光挤一下 挤一下 这样的情况下 它刘海就 这样有层次了 对支持者说 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形体来讲的话 你想让它鼓起来 这块实际上还要有几个高点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适当的给它一个处理 就不同 有点不同 这样的情况下它才能凸出出来 包括下面的深 那么这个头发的细节的表达 我们说重点在交界线和高光 但是它也要基本上和整张画的节奏要同步 所以我现在感觉画的头发差不多了 然后我再要结合整张画的五官 包括其他的部分进行一个综合的深入 这样的话最后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 再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 这样的话就比较整体 所以的话我们回过来 再把这个五官的话 我们再有一个表达 现在画这个女青年的五官 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 容易处理的 就是你要把它的这个叫浮雕杆 浮雕杆画出来 什么叫浮雕杆 实际上画五官 说是在画体积 但是实际上最简单的理解 就是先把它先画出三个面 至少是两个面 比如说厚度 比如说铁肌 那么我们在画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可以结合这种擦笔 这种技巧 是吧 可以把它接下一个 那么以前的画面 我接触过的美院 有很好的老师跟我们讲 说这个很好的一幅素描 它其实就是一幅 叫没有颜色的油画 它其实是一个 没有了颜色的一幅 很好的一个油画 所以你画的过程中 实际上你在画的时候 你就把很多的油画的 对于结构啊 对于形体啊 这种理解啊 或者对于整个这种造型的理解 其实你可以融入到这个 表达这个 素描的过程中 实际上这个也是 很很有帮助 使这个我们比如水平 能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同学 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把我们其他的颜色的跟上 我们可以用这个的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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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颜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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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